要常常喜乐,不足地祷告,凡事谢恩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是因信就有喜乐 圣经说,你们这因信蒙了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作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旧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思念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石更显为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作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大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你们得作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我们凭信心得救 因信称义,因信称慎 因信得荣耀,因信得作救恩之乐 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所以信心是整个喜乐的秘诀和转捩点 但如今,百般思念中是暂时的 虽然有忧愁 但信心经过思念之后 就怎么样被火一样思念 能够像不能朽坏的金石一样更为宝贵 所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我们得喜乐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我们的喜乐是靠着主 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在中学时代 我参加各种演讲比赛 每一次都是第二名 后来我到教会去 听说牧师很厉害 演讲很好 风度又好 内容又好 依阳顿措,声音很好 我去教会目的是学什么 准备要去学演讲 就像欧阳修所说的 罪梦之义不在酒,乃在乎山水之间 其实我动机虽然不纯 我去教会聚会的时候 开始他们讲什么 讲亚伯拉罕献以撒 我心里想亚伯拉罕献以撒 外国历史为什么要向我们讲 我听不懂 门外汉 第二次进行的时候 一个西国教师说 年轻人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 我心里想 我有重担怎样交给耶稣 他没有告诉我 他以为我是基督徒了 不是,我还没有重生 但后来我回去祷告 我说,主耶稣 如果你是真的神 又真又活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你能够解决我内中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准备上大学 我们在中学时代有一句话 读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人海茫茫 何气何冲 到哪里去读大学 那个时候我们在挣扎 很难的 所以我在那里挣扎的时候 我祷告 同样的祷告 主耶稣,如果你是从死里复活 又真又活 我必可以经历到 你给我的喜乐和平安 两个礼拜之后 我感觉到我改变了 我的生命改变了 我的态度改变了 我的人生观改变了 我看见太阳也可爱 小鸟叫的声音也可爱 看见训导主任也可爱 校长也可爱 同学都可爱了 我里面充满了喜乐 这喜乐不是外在的 是内在的 不是有环境的 是生命的 我经历到 因信得救恩之乐 前前后后 有两三个月 天天都非常的喜乐 我给他个名称叫做 得救的喜乐周期 如果你凭信心 靠着耶稣 虽然地上有苦难 但在基督里 可以经历喜乐的生命 可以经历喜乐的救恩 因信 领受了神所赐的喜乐